2023最新惊悚悬疑片《孤立无援》带着它那独特的恐怖元素悄悄上线了。 本片全程没有出现过一句对话,但那种毛骨悚然的氛围却总能让人不寒而栗。 原来最吓人的不一定非要是鬼怪。 废话不多说,影片正式开始。 故事发生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已沉沉睡去。 此时的夜静的像一潭水,助力于郊外的一栋房子,不知为何突然亮起了灯光。 诡异的是,房子的女主人凯特林并不知情。 因为她正在憨然入睡。 然而随着灯光的再次关闭,一声清脆的响声突然传了过来。 被惊醒的凯特林随即走到窗边查看,结果看到垃圾桶莫名地翻倒在了下面,不知道是不是流浪猫或流浪狗造成的。 凯特林打算下去看看情况,可她准备开灯时,却发现家里似乎停电了。 凯特林不再管她,继续朝楼下走去,然而刚来到楼梯口,就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沙沙声。 等她仔细地朝着门口望去时,却惊恐地发现那里竟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。 听到对方的嘴里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,凯特林吓坏了。 她急忙脱掉了自己的鞋子以免造成声响引起对方的注意,然后慢慢地回到了房间里面,关上了门。 凯特林本想躲进床底下,结果却发现底下塞满了物品,不得已她只能将行李箱抽了出来。 然而,这时意外却发生了,突如其来的声响吓了她狠狠一跳。 凯特林慢慢地转过头看向了门口,希望对方没有听到,可迅速而来的脚步声直接破灭了她的期望。 为了安全起见,凯特林直接躲进了床底下。 就在这时,那诡异的生物也跳到了床上,不过她找寻一圈后似乎并没有发现,于是直接跳了下来。 凯特林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脚,这双脚实在是太诡异了,它很明显不属于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生物。 怪物没有找到声音的来源,索性便直接跳窗而去。 看到她的离开,凯特林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等过了一会,冷静过后的凯特林准备出去看看,刚来到走廊,就看到大门还处于打开的状态, 于是她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,关闭房门后又迅速退了回来。 不曾想,就在这时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电力系统的紊乱让凯特林慌乱不已。 她赶紧过去关闭了音响,随后悄悄地来到电话机旁准备报警。 可是刚拿起电话还未拨好,如此诡异的一幕,吓得凯特林转身就逃。 没想到刚跑到门口,就被暴力而出的门板砸中了头部,只一瞬间,凯特林就被冲击得七昏八素。 但此时并不是喘息的事件,她赶紧拖着沉重的身躯朝里面爬去。 而那可恶的怪物也正巧走了过来,看到凯特林要跑,对方竟直接掀翻了她面前的桌子。 看样子,这怪物似乎能够凭借一面操控物体,果不其然,还不等凯特林反应,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就将它卷飞了出去。 好家伙,这这这实在是太尴尬了,没想到这个像外星人的怪物,竟然被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弄死了。 随着怪物的倒地不起,凯特林赶紧躲在了一旁,就这样在惊恐的表情中,她度过了最难熬的一夜。 起初她还希望这只是一场梦魇,但看到怪物的尸体后,她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。 凯特林拿来床单给她盖了起来,随后准备拨打报警电话,可拨了很久才发现电话已经无法使用,查看后才发现电力已经全部崩断。 此时还不是手机普及的年代,所以既然如此,凯特林准备开车前往镇上亲自报警。 不出所料,连车子也打不着火了,为防止附近的邻居不小心闯进来。 凯特林先是用沙发堵住了破烂的大门,然后骑着车子朝着镇上快速地冲去。 也不知道登了多久,凯特林意外在公路上发现了一辆翻倒的货车,她赶紧跑过去查看,然而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 随后她又看到不远处有一栋房子,于是凯特林急忙冲了过去,想要寻求帮助。 然而来到镜前看到门口那倒塌的物品,她才意识到,看来昨晚受到袭击的并非她一人。 凯特林看了看脚下又抬头望了望天上,她终于确定了心中的推测,于是撒鸭子就开始往外跑。 幸运的是她终于来到了镇上,更幸运的是这里并未受到袭击,于是凯特林快速冲进了警局。 可刚一进门就迎面撞上了一男一女,看着女人她有些激动,可回应她的却是狠狠的一口水。 原来,对面的这个女人就是凯特林的母亲,而警长是她的继父。 母亲之所以如此地不待见她,还要从凯特林小时候开始说起。 当时年幼的她还有一个妹妹,然而在一次争执的过程中,凯特林挥手捡起石头意外砸死了妹妹。 随着妹妹的死亡,从此之后母亲便与她断绝了来往,这也是为何凯特林孤身一人生活在郊外的原因。 此时母亲的做法让凯特林更加地难过。 既然如此,还不如逃离这个小镇。 于是,凯特林不再犹豫,直接登上了一辆大巴,一方面是不再面对母亲,另一方面也是远离那可怕的怪物。 殊不知,大巴车周围的一切都预示着怪物早就覆盖了这片区域。 果不其然,还不等凯特林有所反应,一个奇怪的男人突然来到了她的身后。 见识不妙,凯特林想要远离,然而男人却直接一把拉住了她。 很显然,男人已经被怪物所控制。 就在凯特林准备逃离时,又一个被怪物控制的人冲了出来,她很快就拉住了凯特林的脚。 挣扎中,凯特林一脚将对方踹了出去,听到响动的司机也直接将车子停了下来。 看到如此可恶的家伙,凯特林迅速冲下了车。 殊不知,她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盯上了。 注意看,这群人将手高高地举过头顶,脸上还露出了奇怪的表情,显然在举行某种仪式。 伴随着一阵黑云裹挟着电闪雷鸣席卷而来,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 只见其中一个男人的脖子里面似乎有东西在蠕动。 恰巧看到这一幕的凯特林急忙逃离了这里。 看来那神秘的生物已经笼罩了整个小镇,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再次回到了家里。 而那个被自己误杀的怪物依然还在地板上躺着。 就在她想着该如何处理对方的尸体时,身后大片的乌云突然布满了天空,似乎里面有着什么可恶的东西已经钉死了她。 凯特林明白自己杀了他们的同类,那些诡异的生物绝不会放过她。 既然如此,何不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来提防这些怪物的袭击。 于是,凯特林先是烧了四锅滚烫的热水,然后又找了把防身必备的美工刀。 接着,她封死了窗户,想要在黑暗的房子里与对方斗争到底。 没想到她刚准备好这一切,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 与此同时,那固定床单的钉子也在诡异地自动脱落。 看到这一幕,凯特林猛然意识到他们现身了。 果不其然,她刚躲在角落,一束强有力的光芒就席卷进了屋内。 接着凯特林就看到,那个被她杀死的怪物突然漂浮了起来,然后随着这束光芒缓慢飞出了窗外。 如此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能力,恐怕只有外星科技才能办到。 随着强光的消失,凯特林稍微松了一口气,只希望他们带着同伴赶紧离开。 不曾想下一刻又一束光扫描了进来,似乎在探查杀害他们同伴的凶手。 不得已,凯特林只能躲进了地下室,没想到刚来到下面,又一束强光猛地照了进来。 凯特林被吓得赶紧躲在了墙后面,伴随着光束的消失。 他看到似乎又有一个怪物来到了地下室。 眼看怪物走了过来,他只能绕着柱子来躲避对方的视线。 恰巧此时他看到了一把剪刀,于是趁着怪物不注意偷偷拿走了。 尽管他很小心,但还是引起了怪物的注意。 看着对方慢慢走了过来,凯特林赶紧钻进了桌子底下,好家伙没被杀死也要快被吓死了。 出于本能,凯特林拿出了剪刀想要抵抗,可怪物却突然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 随后操控面力,甩飞了凯特林手中的剪刀。 不知道,他是不是有意要探查人类的举止。 在看到凯特林手中拿着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后,他直接站了起来,然后操控面力将东西夺了过来。 凯特林趁着对方打量照片的机会,直接逃出了窗外。 看到对方没有追上来,他还以为怪物放过了自己,没想到他刚站起身准备离开。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 可扭过头却什么也没有看到,还不等凯特林有所反应。 突然,一个长着长长手臂的怪物再次现身。 很明显,周围已经被这东西给占据了,只见他戏虐性地看着眼前的凯特林,犹如再看一只蝼蚁。 凯特林本能地想要逃跑,结果却一头撞在了被控制的男人身上。 男人也不废话,直接拽着凯特林的头发将其拖到了怪物的身边。 而就在这时,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盘突然悄无声息地飞了过来。 接下来,怪物对着圆盘做了一些奇怪的手势。 不多久,上面就做出了回应,看到这一幕的凯特林意识到有些不妙。 他迅速挣脱了束缚,准备再次逃跑。 当反应过来的男人想要抓住他时,凯特林直接一脚踹了过去,随着男人被吸到了空中。 眼看就要被圆盘给吞噬掉,突然光束消失,男人直接掉了下来。 看来圆盘察觉到,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。 果不其然,搞错之后的圆盘瞬间四分五裂,分散消失在了空中,而附着在男人喉咙里的东西发出了刺耳的尖叫。 这一幕似乎惹怒了长脚怪物,他不再给凯特林机会,直接咆哮着冲了过来。 凯特林一路逃到了车上,而怪物也迅速追了上来。 好在关键时刻,这家伙被卡在了车里,看着露出来的汽油,凯特林二话不说,就点燃了他。 随后他快速远离了车子,不出所料,车子发生了剧烈的爆炸,似乎长脚怪物就这样被解决了。 可还不等凯特林高兴,那束强光再次照了下来,只见火光一眨眼,就全部消失不见。 随着光束朝着凯特林席卷而来,他直接逃回了屋内。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,先前的外星怪物走进了阁楼,这里到处充斥着凯特林对妹妹的思念和回忆, 怪物走向前似乎对这些东西很是好奇,而就在他看着照片发呆时,隐藏在背后的凯特林突然拿着武器准备偷袭, 结果下一刻,凯特林还来不及反应,一束红色的光芒突然将他固定在了天花板上,一瞬间,凯特林的整个身体就无法再动弹。 而怪物也慢慢地来到了下面,看着被固定死的凯特林,他缓缓地漂浮了上来。 接下来的一幕可能有点恶心,因为怪物竟然吐出来了一个诡异的小生物,只见他朝着凯特林的嘴巴漂浮而去, 或许这就是控制人类的寄生物吧。 当小东西钻进了凯特林的嘴巴里后,他也突然从噩梦中惊醒,看着周围的一切。 凯特林突然意识到,难道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吗? 惊恐之余,凯特林又笑了起来,因为这场梦实在是太过可怕。 然而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发生了,那个本应该死在了儿童时期的妹妹竟然走进了房间里。 看着他的样子,凯特林既激动又害怕,虽然心里充满了对妹妹的愧疚, 但他知道现在的一切原来才是假的。 凯特林向妹妹说了声抱歉,随后一只手直接探进了嘴里, 然后将那个恶心的小东西给掏了出来。 一瞬间,场景也发生了改变,看来这根本就不是噩梦。 脱离了控制的凯特林一路朝着镇上走去, 没想到半路再次遇到了那个可恶的长角怪物。 就在凯特林被惊吓得往后退时,强大的光束终于束缚住了他。 随着画面一转,无法动弹的凯特林,看到周围围满了外星怪物, 他们似乎要对凯特林进行某种测试。 只见有几只怪物将手指伸到了凯特林的脑袋上, 一瞬间凯特林的记忆便被打开。 他仿佛回到了小时候,看到了那时候母亲还在宠溺着他。 等到画面一转,他又来到了野外, 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,无意中杀害妹妹的画面。 随着画面再次一转,凯特林身处于一个特别的空间内, 而对面正坐着他日日愧疚和思念的妹妹。 凯特林不再逃避,而是伸出手表达了深深的歉意。 随着他与妹妹解开了心结,这一幕全都被外星怪物所捕捉, 只见他们唧里咕噜地相互说了一大堆, 然后又把信息传递给了某种未知的存在。 接下来奇怪的一幕发生了,凯特林突然感觉到自己正在朝下面快速地坠去, 掉落在地面上的凯特林将头看向了天空,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但自己的心结似乎被彻底打开了。 随着画面一转,凯特林拥有了新的人生, 这一次的他不再迷茫和害怕,开始积极乐观地生活, 他热情地与邻居们打着招呼,得到的也是同样热情的回应, 仿佛一下子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社区。 随着凯特林跳起了那段练了无数遍的舞蹈, 本故事也到此结束。 接下来我为大家简单地梳理一下剧情和个人捉件, 因为肯定有很多人看得是一脸猛逼。 难道外星人的到来只是为了给女主解决心病吗? 当然不是。 我这里有两种答案,第一种就是全部都是女主凯特林的幻想, 自从小时候杀害了妹妹以后,不仅母亲与她断绝了来往, 就连小镇上的人也都不再搭理她。 久而久之,独自生活的凯特林便产生了心病, 从而致使精神也出了问题。 对于妹妹的愧疚和邻居们嫌弃的眼神, 她一直想要得到原谅,所以就幻想出了这一切, 把自己想象出了一个勇斗外星怪物,最终拯救自我的英雄, 并顺利获得了与妹妹和解,还得到了所有人的原谅。 这种解释其实最合理,毕竟能够操控念力, 还拥有高科技的外星人,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被凯特林接连反杀? 而第二种答案就有点细思极恐了,因为从剧情上分析, 外星人可能对吞噬人类的记忆和情感比较感兴趣, 所以才有很多人被他们操控和吞噬。 既然其他人都没有幸免于难, 为什么最后只有凯特林逃过了一劫? 难道真的是外星人大发善心吗? 当然不是。 他们其实已经吞噬了凯特林所拥有的一切。 所拥有的一切? 还记得被小怪物寄生后会产生幻觉吗? 所以这一次, 他们给凯特林制造了一个更加完美的乌托邦社区, 让他错误地以为自己打开了心结, 还得到了原谅。 其实,不管是哪种结局, 对于凯特林来说, 或许都是最美好的答案。 有不同见解的评论区留言, 感谢大家的观看, 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